好那么今天的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来说说多图 讨论多图啊主要是消融对业的一种间断感 那么在多图里面呢我们关注的是一种更加连续和更加整体的图像组合方式 它可能会出现在摄影集、展览、无序组图照片群中 我们先来做个辩析啊 如果你要编排一本摄影集一本画色的话 你觉得对业为主和单业为主这两种编排哪一种的整体感会更强呢 我自己的答案是单业为主编辑的摄影集画色它的整体感往往会强 这个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觉是相悖的 你可能会想对业为主的摄影集它左右的图像联系更多 所以也会感觉它比较整体啊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认为啊如果我们更加关注整本画色的话 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单业的图片编辑它的整体感往往会更强 因为对业过多的话 我们的审美空间都是对业 这会让我们更关注每个对业的单元 反而会有一点忽略了整体感 而单业的编辑呢 它就更像是在展墙上的一种连续的整体的一系列照片 他们落在了摄影集中 就好像没有了对业的那种联系和碰撞 反而呢他们单张出现整体的这一个流畅性会更强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 这一次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编辑为什么不选择对业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一本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 你就会翻开画册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单页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通过单页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断的往前滚动 形成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叙事的逻辑 那么为什么这本画册它是不会用对业呢 因为是这本画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一段一段的表达 比如说我们从这开始 你可以看到它一般段落的开始和结尾都是一个国旗 然后在这开始之后 你就会发现然后它在表现各种各样的人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政客 有看到有名流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那个底层的人民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又转到了这一个比较有钱的孩子 然后又是比较底层的孩子 然后还有这些人种 还有人的这一些各行各业的职业 那么我们都会在这一些这一个小的段落里面 通过这样的一种隐藏着的有些模糊的叙事把它表达出来 但是如果你在这一旦左边也加上了一张照片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画舌天足 就感觉好像两张照片 它们非要这样的并置起来产生某种感觉 而且左右两张照片的话 它是特别的限定把左和右的这一页的对比 把它表现出来 它就有这样的一种区分的感觉 那么它就不利于这样的一个情节的整体性的流动 就好像你这两页的这一个感觉对比 或者是一些交融到这两页就已经完了 到下一页就是一个全新开始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它是不利于罗伯特弗兰克的这样的一种 更加往前的 然后更加连续性的叙事的 因此我认为这也是他这本画册 没有采用对页叙述的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上个小节里面提出的 决定一本摄影集或者画册是否采用对页 有时候比选图和排序的具体纠结更重要 因为它决定了你的审美单元是对页的独立为主 还是整体的多图连续表达为主 那么多图的连续表达在我们常见的媒介中 还有这样的一种瀑布流 它经常会出现在网站公众号推文等等场景 大家都知道现在阅读网站 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 它实际上都是在屏幕上下的滑动 这样的一种交互方式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多图的线性连续感 这是一种阅读的新媒介 只不过这种滑屏 它的通常速度都比较快 屏幕也基本上比较小 所以说往往会被诟病成是一种不太正式的 浮于表面的方式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摄影师 Marco Aguero 他的这一个个人网站 这一位摄影师的创作 主要是在地中海的边缘 比如说他的这一个 Greek Summer 希腊夏天这一部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网站上面 就是这样从上往下的这一个图片 迫不留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它翻阅起来会非常的轻松 你手只需要我一直往上滑就OK了 你就能够看到所有的作品 就是依次朝你从上往下扑过来 然后他和我们传统画册之前讲到的那些左右的联系 对页的联系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仍然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有意识的做了一些控制 让照片和照片之间也能够产生一些联系 这一位作者 他主要是用到了这一个照片和照片之间的一些色调的联系 或者是他拍摄的对象之间的一些联系 比如说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位老人 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画面中有一瓶矿泉水 然后老人在画面中的位置和这一个矿泉水 在画面中的位置都是居中的 是用了这样的一个中央构图的方式 让他们在构图上有一定的联系 同时这两张照片我们来看他的色调和影调上 他都有一定的联系 比如说上面的这一个色调主要是蓝色和黄色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也有蓝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部分 同时这两张照片都感觉是阳光非常的强烈 或者是用到了这一个闪光灯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让他们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上的联系 我们再往下看 你也能够看到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构图 和这一个色调上的联系和对比的部分 比如说这两张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一个中央构图 然后他们在色调上 在这儿它有更多的是有了一种对比 比如说上面的这一个 我们能够明显看到画面中的一种红色 那下面的这一张 我们又可以看到 它是以这一个蓝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色调 所以说他们又产生了一个颜色的对比在里面 总之我们一直往下翻 你就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这一个单张画面的控制 以及这一个控制之后 把它组成多张照片的时候 又进行了一个二次的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有有点像是一种隐形的 不那么用力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在里面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控制 就让我们在翻阅它的网站的时候 能够看到这些照片 会觉得这些照片好像是一家人的同时 又让我们觉得好像视觉上没有那么的乏味 而有的时候多图它还会呈现出一种不强调顺序的状态 比如说有很多摄影比赛 它会让你提交组照 可能是15张 可能是20张 它不会让你做一个摄影集再提交上去 只会让你提交组照 那么在这种时候 实际上组照的顺序 它往往是未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用去注重单张照片之间的联系了 而是当读者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 他无论从哪一张开始读起 都可以读到你的这一个组照所表达的意义 所以说多图 它是一种比对业更加松散 但是整体感往往会更强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有利于我们前面说到的 东松照明的那一种群写真这样的一种概念 因此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把多图组照分成两类 一类是强调顺序的 我们看到的是有某种节奏 四序 可慢可快的连续图像 比如说沃克埃文斯的美国影像 那么下面大家看到的这一本画册 是沃克埃文斯的美国影像 这本画册和刚才讲到的那些对业的画册都不一样 它并不是靠对业来组织的 而是靠一个照片的连续性的表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翻一下 每翻一页大家都能够感觉到这样的一种图片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一页一页的叠加和连续 然后不断的往前走的 它并不是强调这种对业照片的表达 甚至这个画册这根本就没有对业 它所有的照片都是右边有照 右边有照片 但左边它是空着的 然后我为大家仔细的读一下前面的这几张照片的一个连续表达 比如说第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拍摄证件照的小店 它的店门口还有两只手 然后这个手是指向了幽暗的楼梯 指向了一个入口 也暗示了画册的开始 就好像说大家从 大家跟我进来进到这一个屋子里面 我们来看更多的跟美国相关的影像 然后第二张我们就可以看到写着一个巨大的studio 然后它背后是美国人的证件照的集合 这样就暗示了好像这一些照片都是刚才那家店的一个拍摄成果 然后第三张我们可以看到是两个真人的肖像 这两个人的肖像就好像是从第二张里面的 那个美国人的集体的那个证件照集合里面走出来的真人一样 然后第四张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拍摄的一个政治人物的选举海报 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它好像是放大了前面的这一个照片墙 而且这的政治人物和刚才的第三张 这个感觉是蓝领工人的照片 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身份的对比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本画册 就是通过第一张到第四张 它就是逐渐的把那个人物从一个群像 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个体的表达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这个画册的连续性给它转起来了 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和刚才的那个对页表达的感觉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并不强调左右两张照片的联系 而是强调整体的这样的一种流动性 那么下面的第二本画册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摄影师 长岛有理之的这一本家族 这本画册是拍摄的他的那个家庭成员的一些照片 这本画册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连续性的表达 我们首先呢来看你可以看到前面 他拍了一些家人们的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一些肖像 和这一些日常的场景 你可以发到发现虽然说他这儿是左右都有照片的 但他左右照片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强 他更重要的是一种往前翻动的那种连续性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到这儿翻到这儿都是画面 都是那种家人们的一些日常生活 在室内的在室外的一些照片 就比如说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是他的那一个弟弟 和他的那一个母亲洗完澡之后的一些场景 那么在这这几张都是洗澡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又到了下面 又是这样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图片 那么从这儿开始 你可以看到是一些家人们外出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在这就展开了这样的一个旅行中的一些记录 他的这个照片还可以拉的非常的长 大家可以看到是变成这样的一个表达 所以说他的整体的表现 他并不是一个对夜照片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而是照片往前流动的这样的一种连续性的表达 通过这样的一种连续性的表达 去记录自己的家人 去记录自己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他的这种表达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流动感的快照的表达 而另外的一类多图呢 它是强调飞絮的 照片和照片之间的独立感会更强 单张照片的信息量通常会比较大 但是呢 照片和照片前后的联系并不那么必然 我们还是来感受一下 开玩笑 Zither Harp 乔尔斯坦菲尔德的 美国景象中的照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即使这些照片调整一些顺序 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每一张照片 都是相对独立的 单独的观看 但是整体上 你又会感觉到 作者关注的那个点 都是美国社会的一种 乌托邦和现实的对比 这样的一种荒诞的感觉 所以说这种编辑 它就是一种用力不太多 不必去编转每张照片前后联系 那是在组织多张照片 共同气质的感觉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多图图像组合 多图主要是区别前面所说的 对页编辑单元 它的连续性往往会更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把多图分成了 顺序和非序两种情况 顺序的多图 它通常构建出某种次序和节奏 它是可慢可快的 那么如果是非序的话 它就往往在引导我们去关注单张的信息量 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的美国景象 那么在非序的组图中 它的整体感比较重要 而相邻图像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学习了图片编辑 就要过多的去非要给图片之间 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拿捏这一点 那么最后我们还要说说展览 在这里我先称为展墙组图 它实际上和多图的编辑方式 有非常大的联系 可能大部分的朋友 不太有机会去做一个个展 但是你还是可以了解一下 这种比较正式的形式 以及这一个小节 也可以作为一个观看展览的提示 那么结合我们第一单元讲过的审美 展览中的图片编辑 它多出来的因素就是场域 展览组图的照片 是出现在同一个场域中的 所以说它的整体感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给我们的感觉 它不是翻画册那种 一个对眼一个对眼慢慢看的感觉 而更是一种一看就能够 大概看到整体的感觉 另外由于我们是在展厅空间中观看 画幅的尺寸也会成为展览的一个部分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通过去年的一个新展 是我们在柏林的CO画栏看到的威廉·埃格尔斯顿的展览 以这一个展览作为例子 我们来看一看展墙组图中间的一些编辑的细节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 Mystery of the Ordinary 日常之谜 威廉·埃格尔斯顿是美国著名的摄影师 他也是新彩色摄影的代表师人物 威廉·埃格尔斯顿是一个用135相机拍摄彩色快照的摄影师 他的创作状态比较像现在很多朋友的扫街 威廉·埃格尔斯顿他捕捉了日常中的美丽与神秘 这尤其突出体现在色彩和感知的交互关系中 威廉·埃格尔斯顿的作品 他不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埃里克索斯 棉于密西西比河畔 那是一种确定顺序的提前计划好的项目 而他的照片更多像是一种碎片的微观的内容 所以说展览中构建的图片联系 更多还是一种形式上的显性的联系 比如说在拍摄对象上的联系 在色彩上的联系 大家看到这两张照片拍摄的都是车 在这里色相也是相似的 都是绿色色相 但这两张照片拍摄的角度和景别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是广角的俯视 第二个是标头的一个平视 那么在这两张照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层的联系 第一层联系是左边的饮料 它的透过来的红色 和右边的红色的色彩上的一个联系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那个是坐飞机的时候拍摄的一张照片 而右边这张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英文字母是 Airline Drive 航线价值 也就是说右边的这一个字和左边 它是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应关系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展墙 大家看最左边是一个男人拿了油枪在加油 而右边的这一张照片是一个自来水龙头 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一种液体的流淌 这样两张完全不在一个地方拍摄的照片就产生了互动 再来看中间的这两张 左边的这一张自来水给人一种流水的感觉 然后右边的这张我们可以看到车下方液体流淌的痕迹 这个是一种稍远的意义上的联系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瞥见 这个展览中的联系都是策展时候的后编辑 整个编辑都没有去构建那种很深的意义 而是用到了非常多的小趣味 它们就像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线索被串联起来 若隐若现的呈现了一些神秘有趣的东西 这种编辑上的小趣味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们解读成只是一些雕虫小技 这种小的趣味可以有利于 让大家在这一类快照拍照的时候 有一些额外的层次可以去感受 还可以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效果 这里的例子再次说明了图像联系拿捏的重要性 在这里联系没有那么直接 以及构成强烈的联系因果关系 其实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整体感 那些图像上的小趣味 让这些看似零散的照片聚合在一起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就把当时在威廉·艾格尔斯顿展览上的一个现场视频 给大家再整体的看一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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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来进行完整的史操案例演示吧